检查包装是否料味是否正确 如果料味偏前或者靠后 需要调整料味的手柄 前后 再放入再试一次 直到调到料味正确 包装机不会压产品为止 在空机运行过程中 逢时也要实时观察 包装膜的背风是否稳定 调好各方面之后 可以放入产品试包 看看运行的情况 不要有卡料 爆磨的现象 空机调整之后 基本上没有问题 下一步 可以运行 正常包装工作的前期准备工作 注意我们刚刚包出的第一包产品有点打咒 需要调整 调高一点 端风的升降开关 让整个端风机构升高一点 一般旋转两至三圈就可以了 再试一下 我们刚才调整之后 包装出来效果就好 这次出来没有打咒的现象 如果还有可重复调整 刚才是因为那个料味有点太靠前了 所以包装出来的产品有一端打咒 重新调整料味后再试音 再看看现在的包装效果 现在这一次效果好了很多 基本上没有打咒 遇到这种打咒的情况下 一般需要把端风机构调高一点 一次不能调的太多 可以调两至三圈 刺激之后 看到包装效果完美之后 即可 好了 调料味和调包装效果的工作 就完成了 一般情况下的故障 第一种磨跑偏 跑偏之后呢 需要调整磨揪偏手柄 往哪边跑的多 就往哪一边调整 往里面偏就往外面多一点 往里直到调整为两边包装膜对齐 往哪一边跑的多 就往相反方向调 对吧 还是两边 这只要是空的话不行 然后特别注意自带器的进那口 包装膜的脏紧 这个不要调带划 因为这个可以调嘛 同时自带器的折肢板 不要调的太官 不要调的太宽 跟台面板伸进的挡条 有合适的间隙即可 常见故障第二种 压料 产品压料 需要做的就是调整 料味开关 如果料味开关没有调整好料味 产品进来端风 或者压产品的前端 或者压产品后端 如果压前端 需要将手柄向左扭 往料味 把料味往后退一点 调料味 调料味手柄之 呃 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把手柄往里推 然后左右旋转 如果往往左转 推子往后退 往右转 推子往前进 调完手柄 调完手柄之后 把手柄放开 同时可以听到 啪的一声响 料味对味 直到调整为 产品不压料为止 部杖第三种 产品切不断 一般情况 第一种情况需要调整 两边的压力弹簧 四个螺丝 稍微张紧一点 或者将端风的温度 适当加高一点 如果这两种情况下 都试了 还是没有效果 需要将切刀的拆出 下面垫铜片 这两个螺丝松开 切刀拿出来 剪铜片垫到里面 直到调到为 切断为止 行目的操作 包装速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可以修改 注意 包装膜的跟踪方式 有两种 第一个是定长 第二个是 射标跟踪 当包装膜有射标的时候 需要切换到此位置 没有射标的时候呢 需要定长走磨方式 其他的 根据功能 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充气 一般情况下 是关闭的 代仗检测的 代仗检测开关 一般情况下 是关闭 不建议打开 参数设置画面 一般设置代仗 停机位置 有充气的时候 才会 才会设置充气位置 和充气时间 达码位置和补偿量 我们出厂设置好了 不需要更改 登录画面 一般是厂家的系统设置参数 也不需要修改的 射标跟踪的方式 首先需量好 两个射标之间的间距 实际的五间距 输入到屏幕里面的 里面去 输入到屏幕里面的 代仗设置里面去 由于我们4G的包装膜 色标太短 我们只做讲解 然后调整好 光电开关的灵敏度 先把感应光调灭 然后稍稍调亮就可以 亮了之后 再扭两到三度 即可 然后按包装机点动 观察射标 信号灯是否闪烁 由闪烁即为正常 同时也可以观察 触摸屏下面的光眼 闪烁灯 是否闪烁 有机说明 射标检测到位 然后 然后调整射标的位置 先把刀 点动到半合拢状态 再按包装膜前进 将射标移到刀口附近 再按确定 再开机 当我们做出来的袋子之后呢 可以去检测射标切口位置 如果射标的切点 太长或者是太短 可以在运动过程中 将包装机开启 运动过程中按摩前进 或者摩后退去调整 射标的切口 注意一下设备的常规保养 一般一个月左右需要对 反机械部分打油 传动结构需要润滑 一个月左右做一次就可以了 整机的操作过程完毕